那么完了之后我们呢就开始说这个也完事了 是不是该说第三个了 第三个呀 这个最新回答 等待回答 热门回答 这个我们就要写这个SQL语句了 也就是上面我们做了这么多 是不是你一个SQL语句都没写 是不是都是他自己给你生成的 但是这个要写SQL语句了 好了那么我们这节课就不具体的去写这边东西了 我们把这个表结构生成一下 就是也是个体力活 不是不是这个表结构下节课再说 我们把代码生成一下 说错了 好了我们呢就把这个给它打开 那我们把扣的里面这一份先删了 这一份就没用了 接下来我们在这把它给打开 打开桌的话这个地方还是选MySQL 那这地方还是192.168.217.137 好这地方写上一个root 这地方写上一个root 好了接下来的话 是不是先测通 好了完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找到这个模块是我们的问答是吧 问答模块的话就找KV 就找KV 接下来下一步 那这个就是我们用的哪个版本 2.0 好了接下来在这里方 我们选择这个路径啊 我们选择这个路径啊 这里边是不是有个code呀 选择 那接下来只用把这个地方给它改成 一个KV就完事 然后就可以生成了 行了啊 那么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 它是快扣的 继续往那边点 我们是不是只要这个呀 Ctrl C 好了 到这儿Ctrl V给它贴过来 那么贴过来之后的话 它现在没变颜色是因为你这里面 我先把这个关了 这里边Ctrl D 它复制是Ctrl D 咱们Eclipse是不是删一行是Ctrl D 它这里边是对着干的吗 是吧 它这里边Ctrl D是不是复制一行 这个跟Eclipse正好相反 这玩意儿 好 它就有了 有了之后我们再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反正就这几步啊 就这几个套路 就是这玩意儿就是完善性的工作 可 这个代码生成器应该知道是啥做的吧 就是FreeMarker模板技术 听过吧 咱肯定没学过啊 学了吗 学了 那我真没 我是因为我们项目是分着的 不过我现在马上也要背项目一了 项目一现在急缺人是吧 所以我说我压力三大 我上午对背课 我今天起来的时候 反正不用背了 说起得有点晚 我后面对我控制是吧 诶 为啥它这个颜色没变 诶 啥意思 是它的原因吧 你现在这个没有 是不是就等于你都没有用sroomboot 你没有用sroomboot这个配置文件它识别吗 不识别 因为我们这配置文件是谁的配置文件 不是你这不是sroomboot的配置文件吗 所以说你只有加了这个它是不是才会变啊 所以说你看啊 你只要一 这个地方一看你少查你自己故意都能想起来 那我这是9003 好 把这一段也删了啊 那行了 那咱们这节课就先倒转啊 下节课再写吧